打擊手套 哈囉我是棒球廢人小豬 相信大家都有一個經驗 那就是比完一天的比賽之後 打擊手套忘記從包包裡面拿出來 然後想起來之後 打擊手套已經發臭了 尤其是前幾個禮拜 又都在下雨 那你如果沒拿出來保養 他除了發臭之外他還會發霉 所以今天想要 跟大家分享我保養打擊手套的方式 那如果 只是單純的 就這樣子說明我覺得有點 無聊啦所以我想要 挑戰看看一分鐘 之內能不能把打擊手套 保養完成 那我們會準備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獅子巾 那什麼牌子都OK啦 歐茲剛好看他便宜所以我才 買這個 那第二個東西的話就是碧莉豬 那碧莉豬除了拿來 在包養打擊手套之外 我還會拿來保養球棒 尤其是像木棒 他在上面噴完一層之後 再用不擦過 那整隻球棒就亮晶晶的跟什麼一樣 那我會先用獅子巾 把表面的髒東西先去除掉之後 再用碧莉豬把它噴過 這樣子就OK了 聽起來很簡單但是 能不能在一分鐘之內完成 就有點挑戰了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準備開始囉 3 2 1 開始 快要10分鐘 快要10分鐘 快要10秒了 大概先出樓之後 就可以了 除了外面之外 裡面也一樣 因為你有時候會流手汗 OK 好 48秒就完成了 這樣子的狀態 我們就直接 把它硬乾就可以了 好那看起來 大概50秒之內 就可以完成了 當然你自己在家裡做不用這麼急啦 所以 一天24小時之內 你抽出50秒 甚至可能1分鐘至2分鐘 出來保養你的打擊手套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記得 千萬不要偷懶 那我們今天的挑戰也算成功 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幫我按讚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非常有用 幫我分享給你所有打球的朋友 讓他們都知道有這樣子的保養方式 如果你也想要跟我分享你保養的方式 或者是想要看到其他的訓練影片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好啦我知道我欠頭手下半身的訓練 也欠很久了 那 這個要跟大家說的比較抱歉 就是 我 我已經重拍了兩三次了 那因為我自己的拍攝技巧 以及 剪輯的方式 還有動作 其實訓練的動作它一直有在進步啦 那我是希望說 把這些東西都可以加進來 那就造成現在就是拖了很久 我會盡量在這兩個禮拜之內把它完成 再 趕快PO出來給大家 請大家再等我一下子吧 那我們這一部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棒球廢人小豬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